真言第27章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 你尚且不知道 让外人夸奖你 不可自己夸奖自己 让别人称赞你 不可自己称赞自己 石头重 沙土也重 愚望人的怒气比这两样更重 烈怒虽然凶残 暴怒又好像狂澜 人还可以抵受 但面对嫉妒 谁能站立得住呢 坦白的责备 胜过暗中的爱 爱你的人家的创伤 是出于忠诚 恨你的人却与你连连亲嘴 吃饱的人连风房的蜜也厌恶 饥饿的人连一切苦的东西 都觉得甘甜 离家的人到处漂泊 好像离朝的雀鸟到处游飞一样 高油和香料使人心畅快 朋友真诚地劝勉也使人觉得甘甜 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在你遭遇患难的日子 不可进你兄弟的家 在附近的林社 胜过在远方的兄弟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使我的心快乐 我也可以回答那羞辱我的 金鸣人看见灾祸 就躲藏起来 于蒙人 凡往前走 自取祸害 谁为陌生人做保证人 就拿去谁的衣服 谁替妓女做保证人 谁就要做担保 清晨起来 大声为林社祝福的 就等于是咒诅她 下大雨的时候 不断滴漏 就像吵闹的妇人一样 谁要拦阻她 就像拦阻风 也像右手抓油 铁磨铁 磨得锋利 朋友互相切磋 才智也变得敏锐 照料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侍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怎样映照人面 人的心思 也怎样反映其人 阴间和灭亡 不会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一样 用锅炼银 用炉炼金 人的称赞 也是炼人 你虽然用处 把鱼望人 与碎骨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鱼望 还是离不了他 你要清楚知道 你羊群的景况 专心照料你的牛群 因为财富不是永恒的 冠冕也不能 纯到万代 甘草割去 嫩草又出现 山上的野草 也都收集起来 羊羔的毛 可以给你做衣服 山羊可以做买田地的嫁淫 山羊奶足够做你的食物 也足够做你一家的食物 并且足够维持你众婢女的生活 不过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